为了缓和军内矛盾 岛内新任防务部门负责人顾力雄 下令放开台军投诚门槛 而在当前两岸战云密布的情况下 台军人心涣散 对于岛内来说 当然是形势和人心都出现了问题 已经有台军选择提前退役避战 甚至还有台军士兵做表率向大陆投诚 随着民进党当局部分放松对于台军的管控 这无疑给更多一心向往大陆的台军官兵 提供了投诚机会 对于这些人来说 投奔大陆才是正途 赖清德上台后加快对于军队的掌控 首次派遣台独分子顾力雄亲自掌军 被台媒讽刺为是吃相难看 赖清德任命台独分子为防务部门负责人 显然是其推动台独政策的重要棋子 这一举动无疑将加快台军的谋独步伐 但是台军在岛内算是一个另类 尽管说2016年开始 民进党当局已经执政八年 未来还将要执政四年时间 但是岛内台军算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势力 而且整体的政治倾向是偏向国民党的 毕竟底子就是之前国民革命军 对于台独中高层的军官和整体偏向于反对 这也是为什么赖清德还没上任 就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求台独分子顾立雄接任防务部门负责人 这一重要职位的原因 就是要对于岛内施加台独的影响 最终将台军打造成一个专为台独而战的军队 这也将是赖清德以武俱统的本钱 对此台军更加抵触 赖清德打破台军惯例 使用台独文人空降防务部门接任一把手 这个位置往常是台军各军种退役将领轮流坐庄的位置 各军种高级将领上台后都会围绕本军种利益 进行相应的武器采购装备采购 那买什么能赚更多钱分更多利 那就买什么 现在空降了一个顾立雄 等于说把台军高级将领的路堵死了 还挡了人家的财路 本来就对台独没什么好感 这下更多的就是厌倦了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 顾立雄上台后下达的军令台军迟迟不予执行 摆明了就是给顾立雄上上眼要 民进党要求台军拆除蒋介石的所有同向 说白了就是服从性测试 对此台军直接给顶回去了 一点面子都不给 表达了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 对此顾立雄只能采取拉拢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策略分化 瓦解台军内部拉拢支持者 根据台媒的报道 此前因为俄乌冲突爆发和2022年8月的佩洛西窜台事件 国际局势动荡 加上两岸局势紧张 时任防务部门负责人的邱国正当时下令 台海陆空三军各部队正副主官平日假日 皆不得同时离开军事营区 作战区指挥官也不得离开战区 对此顾立雄表示要给台军松绑 6月5号下令 正副主官在平时和假日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轮流值班 而不是都必须在部队 并且在外离岛指挥官可以放假返台 不用像以前那样一直留守 然而这将导致台军在战备方面的松懈 顾立雄还直接下令要求允许台军开放官兵自由行 允许前往世界各地 完全就是放开台军投诚门槛了 这下以后台军想对大陆投诚 那真是太方便了 此前岛内是非常限制台军离岛的 要求军人出境必须强制跟团 不得自助游 要去限制台军离岛就是怕所谓的泄密 但实际上台军的保密措施完全一塌糊涂 相比军人旅游保密简直是小屋见大屋 事前无管理 当下无强制 事后无稽查 纯粹的刑事主义 现在顾立雄也是直接把门槛放开 台军以后想去哪旅游都可以 而且不用跟团 自己一个人就可以 只需要填个表就行 明眼人都知道 顾立雄是为了缓和军内矛盾 以及赢得中下级军官的支持 才会推进这些政策 但显然会弄巧成拙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台军在民进党的折腾下 已经军心涣散了 民进党打破台军军内利益不算 在对待大陆的态度上采取的是激进挑衅态度 两岸关系恶化的始作俑者就是民进党 在对两岸军事对比的作战实力上 台军的高级将领反倒是看得很清楚 从目前台军的作战能力 别说以武俱统了 就是自保都不可能 台军的资深将领明确指出 两岸开战台军顶多就只能勉强撑96个小时 和解放军作战无异于躺壁当车 所以过去台军出任防务部门负责人的 严德发 冯世宽 邱国正等高级将领 根本不会在两岸问题上采取挑衅态度 跟着民进党当局反中抗中 台军还算是相对稳健的力量 因此说别看当时台军战备高 但是台军心里明白 反正不会跟随民进党当局挑衅 那就打不起来 但现在换上台独分子负责人后 虽说又是给人放假 又是给放宽旅游出行的 但这只是民进党拉拢台军的一种手段 这点小恩小惠能够忽悠谁呢 最后民进党还是要将台军打造成台独军 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 要为台独而战而死的 那台军自然不干 军心和人心不出问题才怪了 因此可以说民进党这几年执政 加上赖清德的变本加厉 台军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去年三月份 一名驻守金门的台军士兵 对民进党当局已经彻底失去信心 该士兵此前跳岛 并在游往下门的途中 被中国海警救起 本人确认向大陆投诚 相比于在金门整天担惊受怕 在厦门这位台军投诚士兵 是吃得好睡得好 据说大陆方面还为这位投诚士兵 直接安排了工作 不比在岛内好多了 此外除了台军基层士兵 台军中高层士兵 也不断出现对大陆投诚的情况 按照台媒的报道 台军多名校尉及军官向大陆投诚 以导致多份机密文件泄露给大陆 这还只是挖出的一部分 冰山一角而已 还有台军现役部队的指挥官 选择作为大陆方面的助力 台媒报道 台湾陆军上校向德恩自愿助力 在未来协助台湾统一 但因为前期出卖 导致潜伏行动彻底失败 可以说因为民进党当局的倒行逆施 整个台军军心涣散 对大陆投诚的台军 涵盖各层级的军官士兵 证明台当局早已不得人心 即便是应当守护台湾的台军 也对民进党当局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不满 毕竟谁也不想给民进党当局当炮灰 一旦两岸开战 台军不是解放军对手 打起来刀枪无眼 要是为台独而死 那就亏大发了 而且即使幸存 也免不了被俘的命运 那还不如直接投诚另谋前程 反正投诚在国军的历史上是常态了 这次顾立雄又把投诚门槛放开 意味着有异象 大陆投诚的台军人员 可以更容易的脱离集体监控 可以通过虚报形成 隐瞒实际行动 向等手段 绕过民进党当局这些管理措施 顺利与大陆方面接触 相比之前 台军的投诚门槛 可谓是大大放开了 台军指挥员以后向大陆投诚 指挥更方便 大陆方面对待主动投诚的台军官士兵 实际上也给予了不小的优待 比如说此前向大陆投诚的台军士兵 就是一个表率 在大陆有吃有喝有工作 而且还免去为战火之危 比给民进党卖命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台媒认为 大陆方面优待投诚 台军士兵的政策 和顾利雄放开的投诚门槛的举措 或将促使更多人向大陆投诚 优待投诚者可以树立正面的榜样 使更多的台军士兵看到投诚的好处 从而产生投诚的动机 这种榜样作用 在台军内部宣传起到了扩散效应 对投诚者的优待 同样也是大陆一种心理战手段 能够打击台军士气 台军官兵们可能会因为 大陆优厚的待遇 和台湾相对较低的待遇而动摇 从而影响军心稳定和战斗力 民进党当局若继续执迷不悟 以武俱统 只会加剧两岸紧张局势 最终付出惨痛代价 台军官兵看得很清楚 两岸开战 台军毫无胜算 与其被迫为民进党的台独梦送命 不如选择民智的道路 因此警告民进党当局 不要再把岛内拖入危险的漩涡 否则必将自食其果 承担严重的后果 台军也不会为了民进党的政治野心而牺牲 妄图以武俱统 注定是痴心妄想